我们看这一体 这一体它说 在一个那个池塘里面 那个小石头丢下去的话 它会产生涟漪 然后产生涟漪的话 这个什么呢?这个圆 这个算是波 这个水波的话 它会往外扩张 然后这个半径 对时间的变化率 半径 对时间的变化率 也就是它半径会越来越大 它说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1英尺 每秒 每秒的1英尺 增长 那现在他们说 这个 当这个什么呢? 当这个半径是 半径是等于 4英尺的时候 4英尺的时候 那 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面积 它的变化率 也就是说我们晓得这个面积 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是 这个面积我们叫A 面积A的话呢 是等于πr平方 就是说 你这半径越来越大 的时候 这个圆 所包含的面积 是等于πr平方 那因为你半径越来越大 面积会越大 那么他们说 面积对时间的变化率 等于多少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单位时间或是每秒的话 它的面积的话呢 增加幾英尺的平方 那这个 这个就等于这个 对时间微分 我先对r微分 r平方先对r微分 就是2r 那乘以多少呢? r再对t微分 这个就是半径对时间的变化率嘛 那它是说 1英尺每秒 所以这个固定是1英尺每秒 然后它是说 当r是4英尺的时候 所以是π 乘以2 再乘以r是2英尺 再乘以多少 乘以1 所以是等于4π 所以这一体的话 我看 这个我好像带错了 这是4英尺 r的话是4 r这里是4 所以4的8 这是8π 8π的话呢 这个是 英尺的平方 然后每秒 每秒增加8π 英尺的平方 这个就是答案 答案是8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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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